OK啊 那么这部分的话 你呢 它很多你记事记不住的 你只要用到的时候 你可以呢去上面去查 看它有没有 然后呢再往下的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需求 我有一个需求 我要把这个 我要把这个 book id 它呢为偶数的 为偶数的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背景颜色呢 给它变成这个红色啊 给它变成红色 那么这里面呢 你要注意 它的这边呢 它没有给你提供这种 除号啊 没有提供这种除号 这些的话 你呢直接就做不到了啊 这个需要怎么做啊 你就需要呢去借助这个 过滤器啊 但是内置的过滤器里面呢 它没有这个啊 去求除的啊 它没有这个求除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需要怎么做呢 你就需要呢去自己呢 去写一下啊 当你发现 你需要去使用到一些 过滤器的时候 它内置的过滤器呢 又不满足你的需求 你就需要呢 去自己呢 去定义过滤器啊 自己定义过滤器 那么这部分 自己定义过滤器 它怎么定义啊 在你的 注意啊 它的定义要这样啊 就在你的应用下面 在你的应用下面啊 给它新建一个 Python的包啊 Python的包 Python package啊 这个目录呢 是固定的啊 叫做template啊 template啊 takers啊 这个名字不能写错 就是template的takers啊 一个字母都不能错啊 然后点击OK 好 这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建一个目录 下面给你新建一个init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在下面啊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新建一个文件啊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去自定义过滤器 比如说我叫filters啊 这个文件名你自己写啊 这个文件名不是固定的啊 这个目录是固定的 好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就可以呢 自定义 自定义 自定义啊 直接是自定义 那么过滤器 过滤器啊 那么你注意 过滤器的本质啊 过滤器的本质 其实就是Python的函数啊 过滤器 那么 其实啊 它就是Python的函数啊 就是 那么Python的函数啊 那么 但是呢 你要 你要自定义过滤器的话 你需要去借助一个类啊 这个类呢 它在这个模块里面啊 在我们的 从我们的 Jungle的Template 模块里面 有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做 Library 你要定义 自定义过滤器的话 你需要借助这个类 导入这个类啊 首先导入这个类 导入这个类之后呢 然后呢 创建一个 这个类的实例对象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 Library 它呢 就等于我们的 随便你 随便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叫Rajace 就创建一个 Library类的对象啊 这边就 创建一个 Library 类的对象 好 然后呢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自定义你的Python函数了 比如说我要定义一个函数 对吧 判断一个数呢 是否为偶数 我就可以定义了啊 Define 比如说我叫做Mode啊 Mode 然后呢 有一个参数叫做Name 它的作用呢 就是判断Name啊 我们要判断这个Name呢 是否为偶数啊 判断这个Name 那么是否为偶数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就是Name 取于这个2 如果等于等于0为真的话 是不是就一个偶数 我把这个值呢 给它返回 好 这里面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函数 那么你要 让它能够像过滤器一样使用啊 你需要呢 使用这个Reset 这个对象里面有个方法 Reset 对象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Filter 使用这个Filter方法 去装饰一下你这个Mode 它就可以呢 它就可以去作为一个过滤器来使用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创建自定义过滤器的几步啊 过滤器的本质就是一个Python的函数 那么你去自定义过滤器的话 首先你要从将购的Template里面 导入Library这个类 然后呢 创建一个Library类的对象 好 你定义完你的函数之后呢 你要让它像我们的内置过滤器一样使用 你需要使用Reset这个对象的Filter方法呢 把这个你定义的函数呢 进行一个装饰啊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过滤器呢 来使用 那么使用的话 怎么使用啊 你比如说我现在呢 在我们这个TemplerFilter里面 我要使用对吧 我要使用它啊 那我该怎么做 我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呢 你去首先呢 去导入它啊 直接呢 就写上一个 给大家再说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叫做Load啊 你需要呢 去把这个Filter里面的过滤器呢 进行一个加载 这个就是百分之后 花括号百分之后 写上一个Load标签 然后Load谁呢 Load我们的这个Filter啊 这个Filter就写你这个文件的名字啊 文件名字 好 这里面我们就加载过来了 加载过来之后 我在这边呢 就可以呢 去使用了啊 那么这个使用的话 你比如说我先把这个 我就注释点啊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先说一个 这个模板里面的这个单行注释啊 就是它啊 花括号 那么好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写一个啊 直接写上一个if if呢 直接写上一个啊 这个book.id 它的使用方式也是这样的啊 直接写上一个竖线 竖线后面呢 跟上你要使用的过滤器的名字 写上一个mode啊 那你注意 我们定义的这个mode 是不是有一个参数 但其实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你不用去传 前面的这一部分呢 就会作为参数传给mode啊 传给mode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作用啊 直接 我们在这里面 你一刷新 你看到这里面 这几个对吧 看到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mode变成这个 红色 红色啊 我可以在前面给它写上一个book.id 点id啊 然后你在这边 你一刷新啊 这里面就是偶数对吧 24和22啊 他们的变成这个红色啊 变成这个红色 OK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过滤器啊 你自定义过滤器 它跟内置的过滤器一样使用啊 就是你定义的这个过滤器 它呢 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使用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去传这个参数啊 竖线前面呢 就会作为参数 传递给你定义的这个函数啊 OK 然后呢 我们下面要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来一个动态的啊 我要定一个函数 你给我传两个参数 你给我传两个参数啊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参数叫做 定一个函数叫做mode value 然后呢 写上一个nama 我再写上一个value 那么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干嘛的 判断啊 nama是否能被 能被value整出啊 是否能 被啊 value整出 好 整出 那么这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也是很简单啊 直接就return return一个 nama啊 取余对吧 value 等一等一 然后呢 我们要让它作为一个过滤器来使用 你就直接写上一个 reject 点 filter 也是进行一个装饰 好 这样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就又可以使用了 在我们这个tempo filters里面啊 我们已经把它加载过来了 对吧 你一加载这个filter 它里面所有过滤器都过来了啊 都可以使用了 我现在我要使用这个mod value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边啊 比如在这边 我把它注释掉啊 好 直接我们再来一个 直接写上一个if啊 book点id 我就写上一个竖线 mode啊 下户线 value对吧 那么我们定义的这个mod value呢 它有两个参数对吧 前面呢 作为第一个 然后后面呢 你还要再传一个啊 比如说我要让它能被id 能被二整除的 把它变一种 变成红色 我就写上一个2 然后呢 你在这边直接做一个 刷新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对吧 如果是3的话 你就在这边写一个3 写一个3啊 这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过滤器 看到3和21啊 OK 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过滤器啊 过滤器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自定义过滤器里面 你还要记住的啊 就是你自定义的啊 就是你自定义的 过滤器 过滤器啊 哎 函数 函数啊 那么这个很重要 就是它呢 至少有一个参数啊 至少 有一个 参数 那么最多 两个啊 对 最多两个啊 OK啊 就是你定义的这个Mode Mode Mode函数 对吧 至少呢 有一个参数 最多呢 有 两 没有其他的情况啊 没有其他情况 就你 你定义的这个里面 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是不是你使用这个过滤器的时候 你不需要传这个参数 对吧 竖线前面呢 就会作为第一个参数传过来啊 你定义的这个函数 如果有俩的话 你需要传 一个啊 就自定义的过滤器函数 至少有一个参数 最多呢 两个啊 最多两个 OK啊 那么 这是里面 你需要自定义过滤器里面 你需要知道的一个啊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过滤器啊 过滤器 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感谢观看